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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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20年了 所以想寫一部比較大 小說愛情故事來講 有的是針對某一個特定時間 或者是一貫的經歷 那既然是寫錯20年 我就希望把這個時間軸拉長一點 所以這一部小說也變成是我 寫錯20幾年來 字數最多的一部小說 一開始在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 然後我也是看了小說 然後看了小說之後才去問我媽有沒有這件事 他就說有有有 他小時候國小的時候 班上也會有這樣的一個國語推行員的一個職稱 身為班長不以身作則講什麼台語 講這麼多下 我講的那個台語一句一塊跟彰話一句五塊 那是真的 在我這個年紀在寫小說 很常要靠自己的一些精力去堆疊 就像宮崎駿跨的年代都會在民國六十年代那個時候 他可能人生會有美好的一段是停留在那個時代 對我來講就是那種1980年代 那時候的故事氛圍和情感氛圍 或者是相處的方式 我覺得是比較美麗的 我一開始接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覺得他對我來說就是一個蠻大的挑戰 因為畢竟跨越的時間比較長 所以在這個上面的揣摩比較有去琢磨在心路歷程 整個愛情史上 他的心態會是要去做什麼樣的調整 對蔡芝昌而言 他那麼久了他還是記得他的樣子 他可能自己不知道 但是他就是一種很深深的喜歡 你可以說是不斷地去守候的一個過程 對於現在來講或是對以前來講 他都是一個很有味道的一個愛情故事 非常動人 可以打動人 也會讓人家在心裡面 會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一個愛情故事